普通纸不仅怕火烧 而且也怕水浸的特性 因此他们在这种 新型耐火纸的制备原料中 还添加有一种 具备超输水性能的材料 让这种纸不仅能够耐火 同时还能防水 在新型耐火纸的 酱料配方中增加防水材料 使表面吸附了油酸分子的 抢肌磷灰时超长纳米线 相互交织缠绕 形成纳米多孔网络结构 这种特殊的结构 结合油酸分子具有的输水作用 使新型耐火纸 具有了类似荷叶表面的 超输水性和防水性能 它的防水性能 真的能做到像荷叶那样吗 我们选择了几种 不同类型的液体 由普通打印纸 对阵可以防水的新型耐火纸 准备进行一次对比实验 第一轮对比即将开始 首先在普通的打印纸上 滴上清水进行测试 虽然普通打印纸表面 经过湿胶处理 但是很快水滴就会渗入纸张 留下水印 那么新型耐火纸 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水珠滴在新型耐火纸上面 的确就像落在荷叶上一样 迅速滑走 完全不会渗入纸中 轮到蓝墨水登场了 这一次 水珠落在普通打印纸上 同样轻而易举 浸湿了纸张 并留下了蓝色的水印 然而同样的蓝墨水 滴在新型耐火纸上 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 新型耐火纸表面的超输水性 将蓝墨水拒之门外 一滴滴蓝色的小水珠 保持着圆状停留在纸的表面 有些距离较近的 甚至汇聚在一起 变成了大水滴 接下来 我们使用的测试液体是茶水 这次先接受考验的是新型耐火纸 它能防得住这种带弱碱性的茶水吗 结果一目了然 新型耐火纸让茶水也吃了闭门羹 它的防水性能 确保水珠只会停留在纸的表面 却无法渗入其中